大家好 我是张瑶 今天来聊一聊捷克 捷克是宣布要捐赠三万剂的疫苗给台湾 也成为继立陶宛和斯洛伐克之后 第三个捐赠疫苗给台湾的欧洲的国家 这三万剂这个数字是很有趣的 因为是在内阁会议之前 捷克的总理宣布是要捐赠两万剂的疫苗 那结果在内阁会议之后 这个卫生部长就宣布是追加到了三万剂 所以大家能看到 不只是在这个捷克在野的政党在野的政治领袖 像这个捷克参议院的议长维特奇 他是非常支持台湾挺台湾的 就是在捷克的政府内部 我相信是在这个内阁会议上 也是有友台的声音在发生 所以才会追加到三万剂的这个疫苗 那除了像捷克的这个参议院的议长维特奇 和包括布拉格的市长赫瑞普 这些友台挺台的声音 他们在推动之外 那我相信也有一个可能 是捷克的亲中的势力在转向 他们还是蛮聪明的 我觉得他们有可能在调整自己政党的方向 为什么 因为快大选了 捷克的十月份会进行参议院的改选 那众议院选举中获得多数的政党 他将能够阻隔执政 那么目前民调显示 获得多数的政党就是布拉格市长 赫瑞普所在的这个海盗党 和另外一个也是很有台的政党 叫做什么什么市长党 所以他们的这个联合一块 这个起来的这个政党 他们是获得了民意的支持 他们很有可能能够获得胜利 那组合执政 所以现任的 现在的这个执政的这个政党 他们可能会意识到 这个自己亲近共产中国的政策 没有得到捷克人民的支持 所以他有可能在调整方向 我觉得也值得继续观察 那捷克的民意 是非常的有台反对共产中国的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从这个民调中 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但是其实更明显的 就是说去年4月的时候 当时这个台湾捐赠给捷克 25台的呼吸机 那捐赠了呼吸机之后 当时捷克的这个 有台的这个力量 就希望捷克政府 能够正式的去感谢台湾 那理所应当的嘛 你在这个捷克疫情 非常严重的时候 台湾捐赠了25台呼吸机 那捷克政府难道不应该出来说一句谢谢吗 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所以当时呢 是这个在众议院中 就是维特齐啊 他们这些人就在推动 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议案 然后向这个捷克的非常亲中的这一位 总统和比较亲中的这个总理施压 让他们去感谢台湾 结果这个议案没有通过 没有通过 因为当时众议院的这个多数派 仍然是这个执政的 比较亲中的这个政党 那没有通过之后 就让捷克的很多民众感到非常的羞愧 当时还有一个捷克人 在这个一个网站上面发起这个联署 这个联署的内容大概意思就是说 台湾人民如此无私的援助了捷克 包括欧盟 就是把这么宝贵的 这么珍贵的 而且是要么可以留作自用 要么也可以拿去卖钱 因为那个时候2020年4月 一台呼吸机是天价呀 是天价的呼吸机 那就是说 把这么珍贵的这样的医疗物资 赠送啊 捐赠给了捷克 那结果捷克的政府 居然连一句感谢都不愿意说 那是令捷克的民众觉得极其的羞愧 非常的羞愧 那捷克的民众就说 非常非常的感谢 至少他们能以个人的身份去感谢 那当然不只是他啦 就是说像参议院的议长维特齐啊 布拉克市长啊 他们都有这个 以各种渠道各种方式 这个表达感谢 那所以这个捷克人 这一位发起连数的捷克人 他就说 就是我们捷克人 一定会记得 这份这个恩情 一定会回报的 我们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民族 不要看着捷克政府 捷克的亲中的政府啊 就觉得我们捷克人都这个样子啊 我们捷克人不都这样的啊 我们是要回报的啊 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连数啊 我是看到这个新闻报道 当时啊就有8500个这个连数的签名 那后来是不是有更多 因为我也不懂捷克文 我也查不出来了啊 那这件事情过后 其实你可以从事件线上啊 把这个捷克的议长 参议院的议长维特齐的访台 当成是他回报的一部分 因为这个25个呼吸机的捐赠 是发生在2020年的4月 那2020年的8月底9月初 那议长维特齐 带着89个人的这个大团 访问台湾 当时在这个立法院 说了石破颠惊的这么一句话 说我是台湾人 其实你现在回头去看 这句话说的非常非常的好 那他基本上就是点出来 台湾处于这个共产中国为首的 独裁集权的国家 于这个自由民主国家 这个自由民主阵营 这两大阵营对抗的这个前线 这个对抗的这个 最尖锐的体现出来的地方 就是台湾 就是台湾 所以说这个时候 任何支持自由民主的人 都应该说我是台湾人 都应该去支持台湾 必须去支持台湾 那他是把这件事情点得非常明确 他通过在立法院的这个 我是台湾人的这个演讲 那当然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演讲 我觉得也非常值得看 尤其是值得中国人去看一看 我会把这个链接放在描述栏 他是在台湾的政治大学的一个演讲 他在这里面就提到一些 非常有深意的一些发言 譬如说他就说 当初捷克在民主化之前 绝大多数的捷克人 就是默默的去忍耐 默默的去生活 去觉得说没有关系 反正我日子还能继续往下过 那既然政府不让我谈论这些事情 那我就不去谈论 不单捷克大多数的民众是如此 那就算是这些有异议人士 遭到迫害 那有意见领袖遭到迫害 大多数的捷克民众 对此也是漠不关心的 他们也没有说很积极的 去支持这些人 那他所描述的状态 其实很大程度上 跟现在的共产中国的民众的状态 是有相似之处的 我不能说完全一样 是有相似之处的 所以说很多时候 我希望这个中国人 尤其是清醒的中国人 不要觉得绝望 不要觉得没有希望 你看很多国家 他现在走得很好 他走向了民主化 但他在这个发生 这个变化之前 他实际上是很令人绝望的 你似乎看到普通民众 是没有勇气 没有力量 甚至是对这个遭遇迫害的人 是漠不关心的 但是呢 可能会有一个突发的一个事件 这一切就会有所改变 比如说在捷克 他当时这个斯隆革命 那是以这个年轻人 学生为主导力量 再加上当时的这个异议人士 包括哈维尔 他们联合到一起 包括这个西方世界的这个压力 美国的支持 美国对于这个追求自由民主的支持 那么最终 这个通过斯隆革命之后 那捷克现在不就走得很好吗 所以说也不见得 你现在所看到的民众的这个沉默 他必然就意味着 他就将永远沉默下去 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推测 那这个捷克的议长维特齐 他特别的提到说 他也是沉默的一员 他也是沉默的一员 他当时并没有勇气站出来 他并没有 他是在这个斯隆革命之后 他才从政 但是这一段经历 就让他觉得说 他不能够再这样顺从沉默下去 他对过去这个顺从沉默的自己 肯定是感到 感到那不对的 感到那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人 正确的一个做法 并不是一个充满勇气的做法 那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任何在暴政面前的沉默 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那毕竟不是一个光荣的做法 不是一个光荣的行为 那所以他就说 好从那之后 他就决定说 他不要再这样做 他一定要去 说他真正想说的话 他一定不能再沉默下去 他要去为自由民主的 这些人去奋斗 那所以说他后来到台湾 他做这些事情 所以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演讲 尤其是关于这个杰克 他在这个民主化之前 他的这一段 非常让人觉得绝望的 压抑的这么一段过程 其实我觉得希望能够鼓励 对现在的中国觉得绝望的中国人吧 那在这个韦特奇访台的这个过程中 其实也就让台湾人大为感动 那台湾人呢也希望能够回报这个杰克 所以说当时这个台南的这个自动化机器的生产的厂家 叫做东建安 他们呢就宣布要捐赠五条这个自动化的生产线 去生产口罩的生产线给杰克 那我是看到这五条生产线都在这个今年就已经顺利到了杰克 已经开始出产了 那也包括我看到这个外交部 台湾的外交部也提到 就是说台湾的朝野 也捐赠了就是百万的口罩给这个杰克 那就等于说是杰克的人民想要回报台湾 所以他们这个以议长为首 带着这89个人的大团来访问台湾 给台湾打气加油 但是台湾呢因为也非常非常的感谢 所以就又送口罩 又送这个生产口罩的生产线 那现在呢杰克呢 他的回报呢又再一次又来了 那就是这三万剂的疫苗 那其实我觉得整个世界他的转变 你从杰克身上也看得出来 你从杰克身上你能看到一个民主的国家 他的民意对于政府 他是有非常巨大的影响力的 那我是看到是习近平现在非常非常不甘心嘛 因为他就是他的盟友要跑了 他的盟友要跑了 所以说我看到习近平给这个杰克的 非常亲中的这一位总统打电话 就是非常委屈 就抱怨 就是说你们杰克就是乱搞啊什么的 杰克的其他的这些人怎么怎么样 如何如何 那我相信他再怎么抱怨 也很难改变 除非是杰克的现任的这个执政党 他不想执政了 他完全就要靠从共产中国手里拿钱生活 如果他还有政治的野心 如果他还有政治上执政的这个理念 他就会调整自己亲中的这个政策 那就像石板明复先生说的一样 现在的世界是一个亲中就丢票 有台就有票的世界 我们不能说有台完全是为了有票 这个还是两回事 但是你从时间点你也看得出来 这个有些人 有些人 他可能是为了有台 他会做出一定的退让 他可能是承受这种压力 他会做出一定的退让 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 在政治上的一个观察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 方便的话 麻烦你帮我跑一跑广告 请你点赞订阅和分享我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聊 拜拜